好 那我們現在看 看看這個口訣 黃泉上 也稱為殺人黃泉 黃泉是八載派的水法 黃泉是八載派的水法 水局的流向 產生平復的現象 水馬路同論 馬路也算喔 馬路也算喔 水局的流向 產生平復的現象 水馬路同論 不論坐山以來的 只論相 我們現在只說相 比如說我這邊是坐西朝東 我們指論東這個相 這個口訣就是指論東這個相 當然你也不用背門那些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樓盤就是小抄 樓盤就是小抄 你就直接看就可以了 不論坐山以來的 只論相 黃泉煞 只論天干 加以丙丁 物己沒有 更新 就是賈丙 更任 以丁 辛貴 雇出了物己 基土沒有以外 另外是不是還有八天干 加以丙丁 物己 物己沒有 更新人貴 它的口訣就是 更丁 昆善 是王泉 意思就是說 更丁 它的昆的來水 或是去水 是它的王泉 等一下我要再做解釋 我們先看這個歌曲 昆善 更丁 不可言 昆善 更丁 不可言 更賤假鬼 兇百人 心任 水陸 怕當前 前向心任 或漫天 那個含義就是什麼呢 它是不是有分陽天干跟冰天干 是不是有分陽天干跟冰天干 那錢是不是答錯了 哪一個錢 怕當前 不是怕當前 它這個所謂怕當前 就是心任水陸 怕當前 在前面 對 前面的錢 前向心任 或漫天 對怕當前應該是這個錢 沒錯 心任 大家看 我們各位現在從過來這邊都圖了看 然後其他我們就看講義 沒關係 心任在哪邊 心任水 心任水 怕當前 要這個錢 沒錯 要這個錢 稍微改一下 比較粗的 我儲存一下 好 他的意思 我們先看第一個口訣 我們講義都有 所以說直接看這邊 庚向 由昆蚊來水 則擠 去水則修 你看庚向喔 我們看庚向在哪邊 這邊 這邊 不是這邊 庚向 我們現在只論向 好比說你這間房子是做假象根 我們要養成習慣喔 不要這麼寫 我們要養成習慣喔 假三根象 我們要養成習慣喔 以後就是這麼寫 或是四周身就是這麼寫 假三根象 我們是不是講過了指論向 指論向 根象在這邊喔 他的口訣就是 根象由昆蚊來水 根象由昆蚊這邊來水 根象由昆蚊這邊來水 表示大吉仗 如果從這邊流水出去的話 表示 黃金水 這是最不好的意思 好比說 因為我們 有這個樓盤已經很好看喔 你看我們樓盤 在這邊 我是不是這個方向 假三根下 那表示我們 前門在這邊嘛 他如果在昆這邊有來水的話 表示大吉 來水吉 如果昆蚊有水流出去的話 這叫做 黃金水 這叫做 黃金水 這叫做 這叫做大胸 這是殺人黃泉 陰陽載同論 陰陽載同論喔